古来一家私营孤儿院传出男社间性侵未成年少女的事件 一名17岁少女早前就报警 声称她4年前在孤儿院内多次遭一名男社间强奸 警方证实已经逮捕了涉案的男子 古来警区主任陈胜利昨晚发文告指出 警方接获一名17岁本地少女的投报 受害者声称 她在2020年到2022年期间 多次在孤儿院里头遭一名男社间强奸 事发当时她年仅13岁 根据初步调查 这起强奸案发生在古来黄金花园的一家私营孤儿院 警方11月30号凌晨3点在黄金花园一所住宅 将这名59岁的男子逮捕归案 并将他带到地庭申请严扣注查 直到本月10号 警方援引刑事发点第376强奸条文 我们彻查这起案件